今天做个过油肉 我比较拿手的 是要用猪里脊肉最好 配菜呢有木耳 然后彩椒 洋葱 这几个比较搭的 洗一下 现在开始切肉 这个肉呢 就是要顺的纹来切 片稍微大一点 切成硬币 扣的片就可以 先给肉入个味 蒜片 蒜片 放点料酒 生抽 一个点大料粉 好了 下面切菜 把彩椒都切成三角块 这个都要一样的 刀心 红椒 这个彩椒既有营养 又可以做一个颜色的搭配 洋葱也一样也要切成三角块 这个洋葱 可以把它掰开了 菜就切好了 这个菜呢就配齐了 彩椒洋葱 木耳 均待吃美食 然后这个是李吉肉 已经だから ается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炒了 今天主师吃馒头 花卷 蒸上了 20分钟就好了 哇 这馒头蒸得不错呀 这个肉里呢 要放一个蛋黄 蛋黄 蛋白给它分拌一下 里面再放点 土豆粉 线粉 然后 搅匀了这个 滚头肉里多倒一点点油 油到五成热的时候就可以放油 这个要给它打散了 颜色变白 就可以放少料了 然后就可以放配菜了 边炒边炒 然后就放炒味 生抽 老抽 盐盐 最后加木耳 因为木耳放进来 有时候它炒了会 崩 所以最后放 哎呀 锅油肉的味儿已经出来了 闻到了 快出锅的时候 快出锅的时候 来个锅边醋 少一点就可以 煮醋 这样就可以成团了 上桌啦 锅油肉上桌啦 今天主持组 今天主食配的馒头花卷 炒了个三丁 打了个橙汁 这个锅油肉呢 是家庭版的 所以配菜呢 你基本上 自己喜欢什么 都可以往里头搭配 但肉是一样的 一般的我喜欢 就是彩椒呀 洋葱啊 还有木耳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与餐厅就不一样了 餐厅里头 一般会放一些笋片 大葱 肉 木耳也会放一点 这个就是餐厅 与家庭版的不同 好啦 我要开吃啦 熊 熊 我们今天出个门 但是不能带你 那你就乖乖的在家 吃好吃了好吗 看哇 这么大的鸡胸啊 鸡肝啊 好 准备 走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